ID全部保,星期固顺早知道 iQOO这个子品牌虽然诞生不久 但起下的产品以不错的配置和价格吸引了不少用户 最近,iQOO就为新机iQOO NIO 855版进行预热 揭露了iQOO NIO 855版的几个亮点 首先,就是名字中的85啦 虽然说现在已经有高通骁龙85PLUS平台 但是骁龙85和85PLUS的性能差距并不是很大 另外还配备了UFS 3.0闪存 是iQOO 5G iQOO Pro之后的第二款搭载UFS 3.0的机型 目前千元机大多数都最多是采用了UFS 2.1 最后一个亮点就是4500mAh的电池 支持33瓦闪充,10分钟可以充满四分之一的电量 上面这几个配置放在几个月前还是3000元价位的哦 只能说现在的科技发展太快了 今年的等等档啊,大成功啊 其他方面,iQOO NIO 855版有碳纤黑,电光子,冰岛极光三种配色 将在11月1日正式开售 目前预售仅提供6加64GB,6加128GB,8加128GB 后续会补充256GB的版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